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12月2日 这里是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和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就是要来看到的是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在主持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个宣布 华春莹宣布日前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 执意将所谓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签署惩罚 严重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严重干涉中国内政 而中方已就此表明坚决态度 针对美方所谓的无理行为 中国政府决定自即日起暂停审批美军舰机赴港修正申请 同时对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 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 还有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人权观察自由之家等 所谓的在香港修例风波中表现恶劣的非政府组织实施制裁 同时华春莹还说 中方敦促美方纠正错误 停止任何插手香港事务 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 中国将根据形势发展采取进一步必要行动 坚定捍卫香港繁荣稳定 坚定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等 而对此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也做出了评价 文章认为 中国以强力的措辞回应了这一项香港立法 但是周一所宣布的措施表明 北京其实不愿意让争端扩散到与美国的贸易谈判当中 目前呢还不知道制裁是否以及会产生何种多大的影响 华春莹女士点名的大多数组织在中国大陆都没有办事处 而且自从二零一六年以来 外国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承受着中国政府不断增加的压力 当时呢 中国通过了一项范围广泛的法律 严格规范其在中国的业务 在两国之间紧张关系加剧的时候 中国此前呢 也曾经拒绝美国船只在香港停靠 当时呢是在八月 而香港中文大学的政治专家林合力表示 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我认为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口头上的目的 也就是试图说服全世界是美国的CIA 或者是NGO来试图煽动香港的颜色革命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 还有新关税的临近 这种言辞也只能走那么远了 林合力表示 因为中国太需要这一项贸易协议了 而人们对于中国的反应也有普遍的预期 在上周四在川普签署了两项法案之后呢 中国誓言要进行报复 这样的香港法案 对负责侵犯人权行为的官员进行制裁 并且禁止向香港出售美国制造的人群控制设备 而在北京的中国官员立刻召集了美国大使布兰斯塔德 就该法案的通过进行了严正交涉 香港警察一直试图通过催泪瓦斯 橡皮子弹 还有胡椒喷雾来镇压数月以来越来越激烈的反政府抗议活动 周日挥舞着美国国企的示威者 参加和平游行 前往美国驻香港领事馆 感谢华盛顿通过了这项法律 而当天晚些时候 其他地方的示威者与发射催泪瓦斯的警察发生了冲突 这是自民主示威者在地方选举取得全面胜利以来的首次重大对抗 而这样的一次选举呢 被广泛视为对于香港民主运动的全民公爵 下面呢再要为您继续关注到的是华为二五一事件 这样一个事件呢 我们在之前的华尔街网报节目中也为大家有所介绍 简而言之就是有一笔大概三十万元的离职补偿款 居然换来了二百五十一天的牢狱之灾 因此呢在社交媒体上这件事情被称为华为二五一事件 对于华为的前员工李洪源来说 过去的二百五十一天真是一场噩梦 日前呢李洪源已经收到包括人身自由损害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过共计十万元的国家赔偿 但是呢这样的案件仍然在社交媒体平台继续发酵 总而言之当事人获释并且收到法定的国家赔偿 本来是意味着刑事案件办理程序层面 本案其实告了一段落 但是舆论对于本案的忧虑却显然不止于此 公众担心和不解的问题可能是一次正常的人事变动离职解约 为什么会升级成为一次刑事追究 而在职期间曾经有内部举报举动的李洪源 是不是因为被当初所在的部门恶意构陷呢 一个普通的人士离职 有能力有意识保存证据 难道要成为个人自保的必备技能吗 回到李洪源被劝退离职的动因 舆论一直怀疑是企业内部举报被打击报复 那么企业应该如何处理举报事宜 属于其内部管理范围 但是在当事人离职前后企业对其举报事项有处理 责任人是否换个岗位重新任职 同样也属于企业自身的管理和决策自由 但是如果举报人真的被归咎被报复 甚至可能以被报假案的方式调动刑事追责程序 就没有办法用企业内部事物来解释和搪塞了 而相关责任人必须要受到司法的调查 和必要的刑事追究更让大家觉得不解的是在这样一个事件中 华为并没有做出很明确的官方表态 而是匆匆忙忙在社交媒体上进行了禁言 以及封号甚至是删帖等一系列举措 但是有关于华为二五一事件仍然在社交媒体上继续发酵 有趣的是它居然和香港现在正在进行的抗议活动 形成了某种呼应 在中国的问答网站知乎上出现了一个帖子 名字叫做华为二五一八大诉求缺一不可 显然是在呼应香港民主运动的五大诉求缺一不可 这八大诉求到底是哪八大诉求呢 第一华为必须就其诬告犯罪行为 向被诬告的当事人道歉 并且保证此类事情不再发生 第二呢华为必须就事件发酵后 全往多个平台发生的针对批评华为言论的言论审查 向遭受言论审查的网友道歉 并且保障此类事情不再发生 第三呢华为的人力资源部门设下圈套欺骗当事人 必须被追责 第四华为的法务部门不仅对华为的诬告犯罪行为 坐视不理 而且对其提供支持 必须被追责 第五华为的公关部门在事件发酵后通过威逼利诱 让各大网络平台展开针对华为言论的言论审查 必须被追责 第六华为的总裁和时机控制人任正非 在事件发酵后不可能对于华为采取的手段毫不知情 但是他仍然纵容或者是受益了事情的发生 必须被追责 第七广东深圳公安在明知受害人是被诬告的情况下 对受害人的拘押一拖再拖 近达到二百五十一天之久 必须被追责 第八责任认定必须通过对以上责任主体展开 排除华为公司和深圳公安之外的第三方进行独立调查来完成 特别是第八点中的独立调查 很显然是在对于香港五大诉求中的某种呼应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件事件 这样的事情会如何发展呢 我们华尔街网报节目也会继续为您追踪报道 下面继续为您介绍到的是有关于中美贸易谈判的最新进展 根据CNBC的一个记者在推特上面透露 中国官方媒体没有显示出北京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关键要点的动摇迹象 也就是美金方面仍然要求关税必须要获得减免 才能够达成第一阶段协议 而环球时报评论说必须降低关税 他说如果谈判进展顺利 那么交易可能会在农历新年假期前的一月份达成 这里的关键词是如果 所以说整个市场对于中美贸易谈判的前景 现在是越来越不清晰了 也有交易员对媒体表示 因为中美谈判缺乏实质性进展 第一阶段是否能够达成协议不确定性仍然存在 而美国一直拒绝北京方面提出的减免关税要求 而中国的环球时报十二月一日报道 援引了直接了解贸易谈判情况的人士称 作为协议的一部分 美国必须取消已经加征的关税 而非计划加征的关税 但是美国的官员一直在抗拒该要求 原因是关税是他们在贸易战中的唯一武器 如果放弃了这一个武器就意味着投降 而我们知道当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时候 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也难免会受到影响 对此美国企业研究所常驻研究员拉赫曼表示 中国经济或许将进入漫长的经济停滞期 根据美国国会山报十二月一日的报道 拉赫曼表示任何怀疑中国对世界经济重要性的人 只要想一想中美贸易战的影响就知道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指出 这场贸易战不仅导致中国经济显著放缓 也颠覆了世界的经济 二零一八年世界上百分之七十五的经济体经济增速都处于上升阶段 但是现在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经济体经济增速在经历衰退 如果不考虑这场战争对全球经济的影响 人们可能会认为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微乎其微 但是事实是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经济表现是非常出色的 中国经济从占到全球经济不到百分之二的比例 提升到了现在占全球经济百分之十六以上的比例 而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近十年来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 也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推动力量 拉哈曼表示可悲的是即使是中美贸易战结束了 中国最好的经济时代可能也已经过去了 中国经济最直接的致命弱点是其具有高度的不平衡性 中国不仅是一个过度以来出口和投资的经济体 还经历了一场规模空前的信贷泡沫 近期日本西班牙还有美国等国出现的大规模信贷泡沫破裂的经历 对于中国的长期经济表现 以及那些依赖中国推动国际大宗商品繁荣的新兴市场经济体来说 都不是一个好兆头 而拉哈曼表示 因此中国政府在制定国际经济政策时 不应该夸大中国对美国的长期经济挑战 而应该考虑中国经济放缓的话 会对全球经济其他领域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接下来呢再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中国推广人脸识别技术方面的一条消息 中国现在要给手机开通新号码时义务化的进行面部识别扫描 这呢引发了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担忧 根据南华早报在十二月二日的报道 中国工信部从十一月三十日开始开始适应 引动通讯企业对新加入者使用不同于人工智能的其他技术 手段确认身份的新规定 工信部表示用面部识别扫描规定 会更加严格的进行手机实名管理 报道称清华大学法学教授在近期的一个论坛中表示 中国还没有限制面部识别技术的法律 而刑法呢对于个人信息保护也不够充分 这一位教授表示 即便是合法收集来的信息 如果去乱用也会导致大危险 而现在刑法上还没有乱用信息的相关规定 下面的这一条消息与香港的航空业有关系 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报道 香港航空可能被停飞 十二月二日香港特区航空管理部门预警 香港航空财务状况迅速恶化 让人极度担忧 如果再不改善 可能被暂时或者永久吊销牌照 这呢是香港的民航部门首次对香港航空发出这种公开警告 香港航空遭遇财务困难 其实由来已久而迟迟无法彻底解决 有关问题呢在一年前公开化 当时多名高管相继离职 公司近期呢已经主动停飞数条航线 而且没有办法按时发放公司 那么香港航空是否将全面停飞呢 将于本周六也就是十二月七日见分晓 届时香港空运牌照局将根据香港航空的财务状况 作出是否撤销其牌照的规定 我们知道香港航空是香港本地三家航空公司之一 它呢是一家全服务的航空公司 以香港为基地 飞往包括中国内地的亚洲欧洲北美和澳洲等多个地区 票价呢经常低于竞争对手 甚至接近成本 而香港航空的主要股东包括海航集团等 后者陷入财务流动性危机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下面的这条消息呢与中俄关系相关 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在十二月二日正式投产通缉 而两国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启动了这个大项目 俄罗斯专家认为中俄天然气合作有一定的必然性 根据中国央视在十二月二日的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时间十二月二日下午 在北京同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了视频连线 共同见证了中俄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仪式 而中国国家的通讯社新华社也报道表示 习近平指出东线天然气管道是中俄能源合作的标志性项目 也是双方深度融通合作共赢的典范 习近平说 二零一四年我与普京总统见证了双方签署项目合作文件 五年多来两国参见单位密切协作 广大工程建设者爬兵卧血 战天斗地 高水平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 向世界展现了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 展示了中俄合作的丰硕成果 而投产通气即是重要的阶段性成果 更是新的合作起点 而普京也表示 在俄中两国隆重庆祝建交七十周年之际 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投产通气 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将使两国的战略协作到达最高点 最后要为您带来这套消息 仍然与华为有关系 美国科技公司正在重新获得与华为做生意的许可 但是可能时间已经太晚了 因为这一家中国智能手机巨头 已经开始生产不含美国芯片的智能手机了 根据华尔街日报十二月二日的报道 华为在九月份发布的与苹果公司的iPhone11竞争的最新款Mate30手机 配备了曲面屏电话和广角镜头 而根据瑞银的分析 Mate30不含美国配件 有一家日本的技术实验室 他们对于华为的Mate30进行了拆解 以探究其内部的构造 我们知道在二零一九年的五月 随着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关系升级 川普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向华为供货 这样的一个行动呢 阻止了高通还有英特尔等企业向华为出口芯片 不过各个公司在确定部分供货可以不受禁令影响后 在二零一九年夏天恢复了一些部件的发货 而根据这样一家日本公司的拆解分析 虽然华为没有完全停止使用美国芯片 但是已经减少了对于美国供应商的依赖 并在五月以来推出的手机中不再使用美国芯片 其中呢也包括华为的Y9 Prime还有Mate系列的手机 而在另外两家拆解手机以查看零部件的公司 所做的类似检查中得出的结论也差不多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华尔街电视华尔街网报的主要内容 希望你喜欢并且继续关注华尔街电视的其他节目